今次講的主題是如何在極座標平面上找兩點的距離 大家都在中三時學過在直角座標平面上找兩點的距離 我們可以用畫面所見的距離公式 而這個距離公式背後的原理是不是定類 如果是極座標又如何找呢 首先看看畫面上這條題目 在2006年回考的選擇題 就出了一條相似的題目 給了兩點極座標 找兩點的距離 做這條題目我們第一步先畫出來 將這兩點在極座標平面上 然後我們看看中間這隻甲角 這隻甲角的大小很容易找得到 只需要將這兩點的極角相減就可以求到 而這條題目剛好是90度 所以這三角形ABO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而這條相似的距離 那麼AB的距離就很容易 可以用不是定理就可以找得到 答案就是5 我們看看另一條題目 我們將這兩點的極角減一減就是120度 即是他們中間的夾角是120度 而不是90度 那麼我們不可以運用不是定理 那麼我們怎樣可以找到這兩點的距離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將這兩點轉為直角座標 然後用距離公式去計 轉成直角座標之後就是這兩點 然後再代入距離公式 我們會計到6.08 其實這個辦法是很麻煩的 中間其實要牽涉很多運算 要按很多設計數機 那麼我們有沒有一些直接的方法 可以找到AB的距離呢 答案是有的 那麼我們首先將這兩點畫出來 我們看看 我們從圖上看到 ABO這三點組成一個三角形 而中間這角AOB多大呢 我們是很容易可以找到 我們同時也知道AOBO這兩條線的長度 大家想想 其實我們是可以運用cos formula 幫我們計算AB的距離 只要運用cos formula 會得到這條公式 將數字代入 我們會計算 我們會計算到6.08 跟我們之前的計算是一樣的 其實在極座標那裡 找兩點的距離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畫三角形 再運用cos formula去計算 接下來我們看看另一個例子 我們畫面上 我們畫面上的兩點 極角的差 是210度 是大於180度 我們看看圖像 如果我們做這樣 把兩隻極角相減 我們會得到210度 我們從圖像看見 Veta210度 其實是在三角形外面 我們要運用cos formula 首先要知道三角形入面 AOB這隻角多大 如果我們要求這隻角 我們要首先 360度 減回210度 這樣才是三角形入面 那隻角多大 所以我們的距離 計算就會變成這樣 留意 最後一個部分 cos 是360度 減回210度 但是由於cos 360度 減回210度的距離 和cos的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公式又可以變成這樣 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未必需要把360度 減回210度 我們直接用210度去計算 都可以計算正確的答案 其實剛才的例子想說明一件事 在極座標上 計算兩點的距離 可以運用這條公式 大家留意 最尾cos Veta2 減Veta1 無論雙減之後 那隻度數是大於180度 又或者是一個負數 其實我們都不需要做特別的處理 我們按照計 就會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而在網頁上 大家可以找到這個圖像 而大家可以用滑鼠 隨意地搬動PQ2點 大家可以搬動它 大家可以更加理解 如何運用cos formula 去計算2點的距離 最後總結部分 在極座標上 計算2點的距離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運用畫面 所見這條公式去計算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透過轉換做直角座標 這樣麻煩去計算 這條formula 不需要背 其實它是來自cos formula 大家到時 畫圖像出來 畫三個形出來 運用cos formula 就可以找到2點的距離 今天講到這裡